大家好,大家好,我是LV小皮特 刚才我看到在我视频留言问我 就办庇护期间有一个公卡能不能够回国 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你有公卡,你是随便可以回国的 没人阻拦你,你马上买件机票 都可以马上飞回中国去 当然离开了美国之后 那你以前在美国所办的一切庇护身份 都变成了零了,归零了 所以你回到大陆去,再想来美国的话呢 那你要重新签证 但是签证的时候,人家就会知道你是已经有移民倾向了 因为非移民签证就是最关键的 就是要看你有没有移民的倾向 那你在美国已经办庇护的期间 你已经说给美国人听 我其实是想逗留在美国的 那你这样一回去国内 你再想签证的时候 等于告诉别人 我去到美国就不会回来了 那你就永远是没办法再能够签得到美国签证的 而且你本来也是庇护的嘛 那你庇护既然是庇护了 国内是迫害你的 那你应该是不敢回大陆才对啊 那你为什么堂而皇子的可以来回自由呢 那等于也是讲给美国政府听你说的是假话 你没有被迫害嘛 你这么自由是吧 所谓迫害就是很多人是逃离大陆来到美国 他不敢回去 他不敢回去一回去的受到迫害 所以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那美国出于人道主义 收留你 收留了这么多的被迫害的人 那你就好好在美国生活了 那好 以后你就是庇护能够通过的话 有了庇护的绿卡 那个绿卡之中是有区别的 人家是亲属移民的绿卡 有记号的 你是庇护绿卡 也有一个记号 那你有了这个庇护绿卡之后 你也不能够随便回国 你可以到别的国家去旅游 但是唯独不能够回大陆 那很多人呢 来了美国几年了 想家里了 就回去 那回去之后呢 再来美国的时候 那个海关是会问的 你为什么要回去呢 他说我父母病了 家人有什么的 这个东西可能有一些 那些海关的移民官 或者会 哎好了 开着眼闭着眼就过吧 有一些跟你较真的话呢 他是觉得你现在是不行了 就把你的那个绿卡呢 给拿走 但是同样放你进美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呢就 要重新在移民法庭那里呢 去 还要上庭 说出你的理由 为什么你要回大陆 要是你说的有道理的话 那个绿卡还是会还给你 要是觉得你说的是假话的话 那就正式取消你的绿卡资格 那这时候呢 你就是等于递解出境了 你就等于没身份了 所以很多人呢 就回去呢 都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一般呢 就是在这里帮的那些庇护绿卡呢 那你要回国的时候呢 要上市而行呢 所以这个庇护绿卡呢 不是可以随便回国的 嗯 不是可以随便回国 那你看 我们很多那些国内的大陆的人 拿着那个中国护照 很多时候呢 想到那些发达国家呢 想旅游的时候都面对着 很多签证的问题 那签证 它有时候很难出去嘛 那所以呢 是国内很多国人就觉得很纳闷啊 哎呀 我们中国护照 想去一些国家 想想走就走 就没有那么自由 好 那所以呢 就是 像很多在国内的一些人呢 并不愁持穿 呃 但是为什么都是想移民出去 移民出去无非 也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身份 得到一个绿卡 那绿卡呢 可以 你就等于是去 去全世界里游 发达国家呢 就比较方便自己 比较方便自己而已 这个 但是你要是 来到美国 要是你是 庇护的 那你要还没有办出那个逼铺率卡 那只要给个公卡 你那给个公卡 你你你就离不开美国 就等于是 你永远就是在美国这边 堵地上生活 那你国内大陆的 那个亲属家庭就不要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非常痛苦 所以很多时候说 为什么很多人在美国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心很累啊 就是这回事 因为你 你不能够离开美国嘛 就是美国是保护你啊 所以你在这里 你就觉得是 很累很累 所以才有一个叫做 妻离子善 就是什么意思啊 很多一个家庭的 随便一个男的或者女的 来到美国办庇户 又没有办成功的时候 不能够把家里人移民过来 这个两地分居 那不就妻离子善了 那很多女的那 也是办庇护也不成功的话 那他不能够把家里的老公啊 那些孩子移民过来 那也是这样 有时候他为了绿卡 可以都要离婚了 就这回事啊 所以这个 这个美国梦啊 很多时候都是 真的是很 大家怎么个想法 这个东西 我就不在这里 多讨论这个问题啊 好了 我只要是跟大家回答那个问题 就是说 庇护期间你可以随便回国 随便马上机票回去 那你回去 就来不了了 你所有在美国的什么身份 什么什么的归零 哪怕你的公卡也没用 不是说你回大陆过去 而是 你要离开了美国 哪怕到墨西哥 到加拿大 你离开这个美国的国境 你所有的什么公卡 什么个驾驶 真的都是 通通的 零零零 给你们吃 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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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